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他的三个特点 不但让他成为李世民的心腹 还成为后世家家户户张贴的门神 魏池静德的第一个特点是勇敢 他的勇敢来自于高超的本领 就唐书魏池静德传记载 静德善解毕硕 每单息路贼阵 贼硕赞赐 忠不能伤 又能夺取贼硕 还以四肢 魏池静德是马硕高手 他毕硕 罗硕 刺硕的动作又快又连贯 往往对方还没有反应过来 魏池静德已经一气完成这一连串动作 李元吉也是马硕高手 对魏池静德的名声很不服气 找上门要和他比试比试 结果不一会儿就拜了数次 李元吉从此以此为始 魏池静德的勇敢更多地表现在战场上 攻打王世冲时 李世民在战争的空隙出去打猎 兼侦察敌情 没想到引来王世冲的几万步兵 王世冲手下的善雄信 还差点要了李世民的命 紧急关头 魏池静德赶来 他大喝一声 常说直奔善雄信赐去 善雄信坠马 魏池静德带领李世民冲出重铁 善雄信也是当时有名的猛将 却被魏池静德一枪赐下马 魏池静德的勇猛可想而知 在战争中 魏池静德和李世民一个善朔 一个善舍 长短程搭配非常恰当 武的后期 李建成等人拉拢魏池静德不成 就派刺客去刺杀魏池静德 魏池静德得到消息 不但不多 反而把房门敞开等的刺客到来 结果 刺客试了几世都不敢进门 他被魏池静德吓住了 魏池静德的第二个特点是忠诚 对李世民的充分忠诚 他曾经是刘武周的手下 自从投靠李世民后 就成了李世民的贴身保镖 武的后期 李建成和李世民的矛盾升级 李建成曾给魏池静德写信 还送给他一车金银器武 强把 他拉拢到自己麾下 被魏池静德断然拒绝 魏池静德不会背叛李世民 因为李世民对他有之欲之恩 刚投奔李世民不久 有五周的就不下背叛 有人怀疑魏池静德也会跟着叛变 就把他关进监狱 李世民放了他 还拿出钱对他说 我不相信你会反 不过 如果你一定要走 这些钱就是你的路费 算是我们共处一段时间的报酬 魏池静德对李世民的信任非常感动 他不但没有走 反而更加忠诚于李世民 魏池静德的第三个特点是心理素质好 玄武门之变 李世民亲手射杀兄长李建成 魏池静德射杀齐王李渊吉 他就向李世民的影子 两人配合 顺利完成了第一步 之后 魏池静德又全副武装 浑身 持续的 去见高祖李渊 他控制了李渊 至此 玄武门之变 以李世民的全面胜利 而告终 李世民到了晚年 杀兄的影子在他心里挥之不去 以至于晚上经常做噩梦 为了不让噩 鬼进门 魏池静德和秦雄 两人就站在唐太宗宫门两侧 久而久之 两人就成了后世的门神 家家户户供奉 同是玄武门之变的参与者 同样杀了很多人 魏池静德没有唐太宗的那些噩梦 他心里素质好 不认为战场上杀人是错误的 他把玄武门之变看成一次战斗 使你死我活 作为李世民的心腹和保镖 魏池静德也有让李世民生气的时候 玄武门之变后 魏池静德鞠躬自傲 再一次宫廷宴会上 有人的座位在他之上 他非常生气 李道宗劝了他几句 他不但不听 反而一拳打到李道宗的眼睛上 差点把李道宗打瞎了 这让唐太宗非常生气 对魏池静德说 怪不得刘邦要杀功臣 原来是有原因的 魏池静德差一点成了刀下轨 从此老师们很多 万年的魏池静德远离朝廷 远离是非 自己关在家里练长生不老药 这是自保的最好途径 他活明白了 精力是让人成熟的 最 好方法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各位 Fach女络